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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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敢闯我陆家祖坟 找打 爹 无父绝不是这般猛状之人 是不是 进去看就知道了 这是 不是 无父 真的是你 看来 这小子也不是什么豪鸟 我并未打假陆家仙人 只是 将这山洞内的禁制开启了 禁 禁制 就算有禁制 我陆家也有百年历史 这祖坟入口 可不是你这个外人能禁的 爸 无父他 住嘴 看来有点麻烦 也不能强行占领 这是陆灵的家 不好直接用拳头说话 我陆家祖坟 不是随随便便能让外人进入的 不过 要是你成为了陆家的女婿 倒是有资格进去 爸 你别瞎说 这样就正好不算违背仙人了 爸 鬼女 这禁制出现在我们陆下 不知是福是祸 若是真的出了什么变故 至少爹放得下心 爸 所以你给我进去吧 爸 啊 陆灵他 怎么了 你也想去 嗯 看得漂亮 爸 臭小子还不快进去保护我闺女 他要是少了一根毫毛 我扒了你的皮 轻 轻吧 好 算了 不管他戒酒了 正好我也会进去 哎 那是 爷爷 是禁制 没想到 竟有如此强大的器语 不如我来给你加点难度 这禁制怎么一片细黑 什么 一上来就给我这么一个大礼吗 想撂倒我 可没那么容易 大意了 没想到还有一只 没想到竟然还有天道的气息 嗯 看来 是有人故意想搞我 哼 哼 这也太小看我了 真没想到这偏僻的星球 竟然会有绝世宝贝出世 家属 我们拦不住他们 他们太强了 看来 吴府已经进去了 我们也抓紧 你们是谁 想干嘛 吴府年纪轻轻 怎么可能会得罪这段恐怖的存在 滚开 我们可没闲工夫理你 这鬼地方居然有禁制 看来这会儿能捞到一些好东西了 动作僵硬 就算力量再强大 也不是我的对手 你以为 这样就完了吗 既然没办法摆平 那就毁了这里的禁制 把你永远关在这儿 可恶 想要依靠天道之际 毁了这禁制 我绝不会让你得逞的 哈哈哈 禁制里的灵气远比外面浓郁 而且还有这么可爱的小兔子 抱一个 小 小兔子 吧 不 怎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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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开 不服啊 没事吧 什么 好像有很多灵兽都朝着这里来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跟我来 想用天道之力控制灵兽毁了禁止 没能 这里的灵兽怎么都聚集起来了 难道是这些灵兽发现了秘宝 正往哪个方向去 说的有道理 我们走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灰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资 就连斗雀公的孤武钉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仙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圣殿杠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勾结了 鱼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吧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周四周六 更新一集火爆上线等你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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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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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